如今的娱乐圈已被小鲜肉们罢评,而且是高片酬,因此小鲜肉在娱乐圈除了大红大紫,收获无数粉丝外,赚的更是盆满锅满,然而作品却经常被吐槽,这样的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思考,不少老戏骨也开始炮红他们,宋丹丹之前就批评过小鲜肉们,演技和人品不行,缺乏好的作品,完全靠颜值,金星在自己的脱口秀节目里也不止一次的批评过,现在的小鲜肉不懂得做人,没有演技。 更有人直言,靠小鲜肉的颜值支撑的作品必然会失败,因为它们不符合生产规律,与这些小鲜肉形成鲜明对比的当属老戏骨,苏有营木第一硬汉之称的金鸡百花双料影帝杨再宝,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太熟悉,而许多中老年同志应该对他很了解。 杨再宝1935年出生于安徽省宿州市,上海电影制片场演员,主演的年轻一代,从奴隶到将军,白旗温大夫,代理事长等等,获得第四届、第九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,和第七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演员奖,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,和第七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,和第七届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。 很多人不知道他这是为什么,他却解释道,其实我做梦都想演戏,可是我不知道要拍些什么,很多人都来找我拍电影,可是这些人物都不是我想要拍的,如果违背自己的良心来拍摄这些电影,看到这样的老艺术家,不知道那些小鲜肉会不会觉得脸红。